讲点不一样的 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 Rex在这里为你言说一切 不知不觉当中 这句话我已经说了五年了 2014年12月12号 其实这日子我自己都不记得 回去一翻记录 就在这一天我上传了第一期的演讲录 当然准备的时间还要早 但是一定要找一个标志性事件的话 那就是这一天 2014年12月12号 我们演讲录就算是诞生了 我现在在录节目 明天是2019年的12月12号 双十二的日子也好记 我们演讲录就五周年了 五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有那么若干个五年 对于比方说小朋友来说 你看我们家娃 我录的时候他刚刚出生没多久 现在都已经上小学了 这五年对他来说就是生命的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时间 所以五年时间还挺长的 一不小心咱就说到了现在 五年间我不止一次的坐在话筒前 也不止一次的在想说 我说这么多话絮絮叨叨的 有什么人会听呢 就是真的在 咱不能说电波了 在网络那头的你到底长什么样 你在哪里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也不止有一次有人建议我说 你得为你的用户做画像 你这也不做营销 也不做调查 什么人还听你的节目 你就专注为某一类人服务 比如说小朋友就是小朋友 比方说白领就是白领 比方说年纪大点就是年纪大一点 到底为什么人服务 到底什么人会听你的节目 你不去想吗 我想过吗 我可能想过 但是我可能真的想不明白 因为我不看这个设想 我看结果 真的是有什么年纪的人 来听我的节目都有 我现在有了一个微信群 微信群的事 咱们一会再说 群里边真的来的 都是实打实的听众 对吧 这真的是 不说上到99下到刚会走吧 反正群里边有小学生 有中学生 有大学生 有刚毕业参加工作 也有已经工作好久的 也有已经退休的 这年龄跨度 你说我该怎么画像的 论职业的话 有老师 有律师 有白领 有搞IT的 有当兵的 军人 有什么样的人都有 你说这个画像该怎么画呢 所以我也就索性不画什么像了 反正我画画也画不好 我就只当做来听的都是我的朋友 本来咱们录节目 我的最好的状态 自己感觉 这节目录的还自己喜欢的 就是我在跟朋友聊天的这种状态 我也一直这么聊 这么聊 聊了五年 可能您听这期节目的时候 你刚刚才入坑 也可能是从五年前刚开始的时候 您就一直在听 也可能是这期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知道哪个专题 因为咱们做了好多专题了 不知道哪个专题 把你拉了进来 中间断断续续 听一听 就放一放 再停一停 回头又听一听 到现在五年过去了 居然发现他还活着 虽然咱们演讲录 更新一如既往的不怎么规律 但是总算时不常 还是有更新的 对不对 这得算是个奇迹 对于我来说 尤其是一个奇迹 我居然把这一件事情做了五年 这实在是要感谢大家 对我的宽容 因为打一开始 我就宣称我的节目就是任性 咱就是任性 对吧 任性表现在 我说什么这事没谱 我什么时候说这事没谱 高兴了咱就多做几期 我最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一开始也没有那么多负担 也没有那么多可能顾虑 所以可能录的节目就会多一些 有的时候一天我能录个三期节目 但现在几乎就很难做到 无法想象 因为现在可能考虑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反而没有那时候那么轻松 当然现在也还好 因为跟朋友聊天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只是因为有些话已经说过了 我得想 有些话我说过没有 我这个说的合适不合适 可能想的会多一些而已 这一想多了 可能十天半个月的就不更新 可能是时代是累了 你说哪只十天半个月 经常好几个月不更新 对 那就是有项目来了 有事情来了 你这也得为道梁谋 怎么办呢 咱也不能老一直在这说 一直说 所以有的时候就对不起大家 哥那三个月五个月停掉 但是好在他回头又复活了 你甭管他是诈尸了 还是他又发神经了 反正他又活了 我又来了 这个演讲录总还是在的 我只能说我一直也没闲着 到现在为止 你把演讲录的系列节目 因为演讲录 已经不是单纯这一个专辑了 这个专辑叫演讲录 打六水号这么排着 但是我说的所有的节目 都可以算是演讲录 咱们实际上是某一个话题 说着说着多了 觉得讲一期不过瘾 可能就得开一个专题 一开专题可能就是一个坑 到现在为止 我那天捋了一捋 你说我都讲了些啥东西 五年的时间 咱们有严读 对吧 读万卷书 《沿途》 《行万里路》 莎士比亚一个大专辑 割那儿 这已经完本了 难得完本了 凯撒 这个大专辑割那儿 完本了 这个是完本了 然后星座系列 这个还是坑在这儿搁着呢 大航海系列 这个坑还在这儿搁着呢 声率启蒙 说一半了快 然后演影 讲这个电影的 也没半独立 半不独立 反正支支叉叉的专题 是一个又一个 但是这专题 你别看 一个一个的 好像在这坑 还没填完 但是它总有填完的时候 可是演讲录呢 虽然这个更新 是完全没规律 你别问我规律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那些专题 再是个坑 总有填满的时候 但是演讲录 这个专辑应该会 只要我再说 应该就会 一直再说下去 所以它可能 活得是最长的 五年的时间 就咱们刚才 说的那些节目 这个各个系列的 全都算上的话 我没有具体算过 但是粗略估计的话 把这些所有节目 从头到尾 你要是全听一遍的话 大概不眠不休 一两个礼拜 还是要的 这么一说的话 好像我讲了五年 还是沉淀下来 不少东西的 这么多节目 你要是还有没听着的话 我回头公众号里面 就叫演讲录 那个公众号 或者是宣言十四工作 是我两个公众号 一个订阅号 一个服务号 里边我会发一个列表 这五年 我讲过的所有节目 都会在这个列表里面 大家可以比照着看 因为节目没办法 各个平台散落的都有 我尽量把它想 整理到一个平台上去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这个具体原因 说起来比较复杂 今天就不说了 反正是散在各个地方 有那么一个列表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说哪些节目还没有听过 可以去找来听一听 反正是演讲录 做了五年 我不知道它对您 意味着什么 但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 也可能是我迄今为止 做的最神奇的事情 咱说之一 因为这件事情做起来 不像大家想象的时候 哎呀你就在这说 你就做节目 就做节目这件事情 会给我带来一系列的 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 比如最直接的就是 我能认识那么多的朋友 这就是我们拜这个时代所赐了 我们现在的人往往很难理解 过去的人在接触到一种 新事物的时候 那种心情是怎样的 因为所谓的新事物 对我们来说都是旧的东西 比如说留声机 当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时候 那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你按照现在书上的描写 会说那这人都惊奇不已 怎么怎么样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段文字记载 但是你要能设身处地去想的话 这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 因为在那之前 人是听不到过去的人说的话的 人的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是人沟通的工具 对吧 语言文字放一起 其实语言的发明和使用 远远的早于文字 对吧 人其实是更习惯于说话来交流的 但是文字发明之后 就给了人类一种可能性 就是现在的人 可以跟过去的人 跨越时空进行对话 通过什么 通过文字记录 但这毕竟只是干半半的文字 我在讲信息简史 那本书的时候 里边有这一段 就是说文字发明如何 它使得人类文明可以传承 那这样下一代人 都可以在上一代人的智慧基础之上 继续再往前发展 这个就不用说它了 但是留声机发明了之后 这个真的对话就发生了 因为这个语音能够被记录下来了 我们现在的人是习以为常 但是刚刚出现这项发明的时候 真的能把人吓一跳 后来又有了广播 后来又有了电视 后来又有了网络 有了这一切 才可能有演讲录 想想吧 我在这个地方说的话 可以传到散步在天涯各处的人的耳朵当中 我真的是想想就觉得不可思议 一直到现在 我做这节目都做了有五年了 偶尔我还会觉得这有点小激动 而且传递过去的那只是声音吗 声音只是一个载体 因为它是线性的 是一维的 就跟时间一样就往前流逝 它跟看视频还不一样 因为视频信息量太大了 我们快进啊 跳过去 我们能看明白很多东西 但是声音 你这段跳过去了 就是跳过去了 你可能我是说了一句话 你没听见就是没听见 所以很多人听这个声音的时候 都是在那放那安安静静的在听 所以无形当中 我就陪伴着某个人度过了一段生命的时长 这样想来我又真的感觉有些诚惶诚恐啊 正是每一个这样的朋友啊 有这样的耐心 有这样对我的宽容 才让我走过这五年啊 才让这么一个听起来没谱的节目啊 居然还能野蛮生长 还能继续活下去 那么这些朋友就像听到这话的您一样啊 本来是散落在天涯的啊 本来是我可能就只是说话 然后你们在听的啊 这在大众传媒时代是这样 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啊 在这个新的沟通的时代 我们就有了一些新的其他的沟通方式 比方说我有公众号啊 大家在里边可以跟我互动啊 公众号是什么记得吧 宣言十四工作室 还有演讲录两个号啊 大家可以在里边给我留言 可以互动 这是一方面 到了后来去年的时候啊 去年年初 我终于下定决心 算是开了微信群 呃 这终于跟咱们这期节目的标题呼应上了 我们说了有十分钟了 这期节目其实就是老听众在听啊 不是老听众可以不用听了 其实我一直就不想见微信群啊 咱们说五年吗 头三年我都犹犹豫豫 最后也没想开 是周围的朋友跟我说 你还是得开啊 我觉得想想就还是弄吧啊 因为我有什么顾虑呢 就是哎呀 这个大家每个人手里边都有若干个微信群 是吧啊 有那么十几个几十个上百个的都有啊 这群现在都还活着吗 一个是活跃度的问题 有的时候太活跃了 里边都是些什么信息啊 也是都让你说不上话来 而且我要开微信群 就是相当于是粉丝群嘛 然后朋友过来之后 我跟他们说什么呢 或者他们在里边说什么呢 我当时没有想太好 然后这群主嘛 后来说你还得负责任啊 里边人说句话 这说的不合适了 怎么办啊 我得怎么着 我得实实在线吗 别人说什么了 我都得盯着吗 我的天哪 一想想这事就头大 后来就一直没开 但是到去年年初的时候啊 终于在别人窜动之下 我后来想了想去 还是开一个吧 开一个不行 反正我是群主 大不了解散 结果弄完弄去弄到现在啊 这都有两年的时间了啊 现在第一个群快满了 这个人数增长可不能算快啊 两年的时间一个满群 呃 那有什么好说呢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群一直发生到现在 这个生态非常的好 这个气氛非常的好啊 我觉得在里边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而且不光是我啊 大家做这么多人在里边啊 虽然也有人来人往 但基本上这个人数在稳定往上增长 而且大家还很活跃啊 我一个朋友刚刚我把它拉进来 他说你这个群真的是 我待了一天就觉得信息好多啊 你这个群是我唯一一个超过一百个人 还这么热闹的大群 我说你这还是来晚了啊 早先更热闹了 一天上千条不成问题啊 所以有些人就是喜欢清静的就退掉了 当然后来有的时候 有些人还有回来了 说这个气氛还是蛮好的啊 所以我也是在想 微信群到底是个啥东西 为什么他跟我以前设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跟我手里面躺着的其他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微信群 可能也不太一样 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啊 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啊 装一下啊 所以微信群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你说我们太熟悉了 我们太了解了 这也天天都在用 那你的群都是一些什么群 我觉得可以分分类啊 有一些群属于事件群啊 我们大家凑着一块出去玩吧 好建一个群 这个事完了之后 大家有的时候有一搭没搭 可能聊两句天 有的时候事过了好长时间了 可能也就慢慢就沉下去了 这个群就死了啊 过了事件就凉凉了嘛 啊 有的可能是工作群 这个天天也很热闹 但是可能这是大家最不想看的一个群 这都是 因为微信嘛 给大家的感觉都是大家平常 日常聊天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个微信群里边有一个工作群 工作跟生活就给 合到了一起 所以有些人干脆就两个号 一个就是工作号 一个就是平身聊天的号 但是你又忍不住说这个号 我正好在这登陆的 我用这个跟谁谁谁说句话吧 这工作和生活又很难分开啊 岂止是工作和生活分不开啊 我们早先 这个微信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啊 说我们同学聚会啊 说咱们得有一个日常联系的一个机制啊 原先还有同学录这种东西啊 现在呢都用什么 能用微信呢 我说那就微信群啊 好 微信群 微信群建了一个之后 发现大家在这边下聊天啊 这挺好的同学联络的感情嘛 对吧 但是班长说话了 说不行 这个大家光想聊天 我要发点什么消息怎么办呢 发点通知啊 咱们一块做点什么什么事啊 这都淹没进去了 不行 咱们得再设一个群啊 就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啊 比方说我们什么时候去聚会 类似这样的事情 可是最后发现两个群里边都在聊天 最后无奈只能是合并啊 因为你在这个微信环境里边 你不聊天 而这事感觉总是怪怪的 可是工作群就能做到这一点啊 大家在里边都是领导 都是同事 话平时就不敢多说啊 在这里边那就交代事物吧 但是跟这个微信的这个环境 就感觉有点怪异啊 还有一些家长群 家长群也是非常神奇的存在啊 家长群里边有老师 有家长啊 对老师不得小心翼翼的 对家长不得客客气气的 所以这个气氛也是比较正儿八经的啊 也是里边 大家觉得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拘谨 然后亲友群 亲友群这个事也不好说啊 你虽然一家人 但一家人有的时候 你面对长辈 你话有的时候不能放肆啊 小朋友在一起 小朋友说的话啊 这个中年人有中年人说的话 老年人老年人的话题都放一起呢 一家人倒是相亲相爱 这个没问题 但有些话也不能随便乱说啊 不过总之吧 工作群 家长群 亲友群 这都算是比较正常的群 对吧 那哪些群是不正常的群 就我们平常碰到的那些稀奇物怪的微信群吧 大家想想吧啊 你都进过哪些奇葩的微信群 有的群不许聊天 我进个群里边高兴 拜个山头啊 各位大佬 那个我来了啊 小小弟在这儿 什么先给大家有礼了 什么什么东西说 马上有人蹦出来说 这群不聊天 我碰到过这样的啊 这群不聊天 那干嘛呢 说这个群就是发文章的啊 就是哪个地方好文章 往这分享啊 不许人说话 谁说句话都给人怼回去 久而久之这群就死其甚深的啊 只有一条一条的文章 而且多数都是群主发的 那也太不自在了吧 所以我就撤了 那这个就是专门的文章分享群 那还有不许发文章的啊 谁转别地方链接进来 这个群主就开始说啊 这个我们群规里边规定了 不许折纳 然后就不许发外边的链接进来啊 发什么呢 多半这样的群都是因为某个人 某个事 其实这是他的营销群啊 好像建了这个群之后啊 我的地盘我做主 你就不允许发别的地方发过来的东西 那只能看他的东西 那他的东西也就那些 然后别的话题都不允许说 那算了呗 对吧 其实这是我一开始开微信群之前 最怕变成的一个样子啊 因为你号称是粉丝群 那怎么着 来的都是你的粉丝 然后你只许大家在里边说 跟你有关的话题吗 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要围着你转 为什么呀 对不对 如果真是那样子的话 我反而觉得很不自在 我最烦的就是进来一个群 不知道是谁 可能都不是群主啊 马上拽过来一片长长的群规啊 第一不准干嘛 第二不准干嘛 第三禁止干嘛 第四禁止干嘛 记得我都想说禁止说禁止 但是就是有那么多的规矩 还说哪个地方没有规矩啊 怎么怎么着的 我说是的有规矩 但是你这个微信里边 它功能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让我聊天 不让我说话 不让我转东西 怎么怎么样的 有些东西确实反 广告上大家转的都很反 但是这不是基于禁止吧 这是基于一个公共场合里边 大家的一个互相尊重 也就到此为止了吧 那么除此之外的一些所谓的规矩啊 群规 哎呀 我要是非得在这不可 我就忍一忍啊 如果不是非得在这不可 拔脚我就走呗 至少会有这个自由啊 当然了 人家也没非得要留你 对吧 但是我就说这种现象啊 总是有点觉得别扭 所以两年之前 我就不想开微信区 但是后来夏天旅行开了之后呢 我肯定也不会变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进我的区 你会发现我本区没有什么群规 唯一的一个条件 就是你真的听演讲录啊 真的喜欢听了你进来 否则的话你来这也难受 对不对 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群规呢 你在公共场合能干的事情 在这都能干 在公共场合你不能干的事情 在这都不能干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偶尔有人想说点什么不合适的话的时候 都不用我说 马上就会有人出来说 本群有小学生啊 本群真的有小学生啊 所以大家也都很自觉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所以发展到现在啊 他有了一个自己的小生态 这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的信息时代 再部落化啊 这词说出来有点拗口 但是他真的在网络上面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部落啊 过去人形成部落是因为你们碰巧生活在一起 所以圣经里面会说love叫neighbors啊 你不得不love叫neighbors 因为他是你的neighbors 对不对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还有过去我们的小山村怎么怎么样 人是基于地狱凑在一起的 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邻居 所以你只能跟他们交好 人的社交都是基于那样的一个基础 熟人社会如何如何 后来工业时代把这些全部打碎了 打碎了之后 人们觉得彼此之间的很冷漠啊 人情淡漠如何如何 但是信息时代再往前发展 给了我们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们可以再部落化 但这次再形成部落 人就可以和自己的同好在一起了 就不是说你必须跟你生活在一起的这个人 跟他大伙过日子 必须跟他在一块当邻居 必须跟他在一个部落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小部落 演讲录部落 我们唯一的标签 不是基于你的年龄 不是基于你的职业 唯一的标签就是你喜欢听演讲录 所以五周年了 我们这个微信群 唐人皇之的公布出来 欢迎大家如果想热闹的话 如果想来的话 因为有些人就是想潜水 不想说话 这也没什么 我们群里一大堆人都在潜水 这个每个群都有 对不对 但是总也有那些说话的人 只要大家觉得不讨厌 欢迎大家到演讲录的部落里面来 怎么来 关注微信公众号 轩轩十字工作室 还有演讲录 这里面底下 菜单里面有一个撩rex 你看看怎么撩 就可以进我们的群了 咱们五周年了 小小的也搞一点事情 就是12月12号 朝朝这天周四 我们例行直播的时候 晚上九点钟 我们直播 抽奖 抽什么奖 我没想好 奖品到时候再说 一高兴还指不定 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 总之 欢迎大家加入 演讲录的部落 咱们演讲录五周年了 现在迈入第六个年头 咱们生命不息 演讲不止 我赶得 有人 我赶得 你 和听 我赶得 有什么 正常 我们 我是 到了